今天这期图片团圈穿着小诗的套装跑酷 在这里跟旁边的队友跳个舞蹈 非常具有节奏感 在旁边的黑色狐狸帽小奶居然不加入我了 现在穿着这小诗的套装就有点像海岛机图里面那个醒世代句啊 非常的呆嘛 面前只想的是十分大胆 我们在欢乐着跳舞呢就赶过来打乱我了 拳这只小诗别不是好歹 但且先绕他一面 等一分钟之后我再回来复仇 这到处都是藏尸啊 这穿的太喜新了 总感觉这小诗会着重的针对我 在做这几次来的时候也确实不太好录 强化战士出现 我总是全场最亮眼的那个仔 现在手里还拿着两把DBS 这DBS打图片能力着实有点不好用啊 伤害差了点 这马上就要变点手啊千万不能失误 现在有点紧张 还好一个扭声躲过去了 现在应该还差狗分的也没抓到 我再撑一下 小诗的赶紧跑动起来 超级猎手出现 感觉虎年应该出个小老虎的这个衣服啊是不是 来做个虎头啊什么的 刚刚身后还有几个追我的 见我变了猎手跑的就是飞快 什么人能不能来跟我打一下 帽子这肥仔都去找我队友了 快来帮帮咱们的好兄弟啊 一个人那是不行的 哎怎么倒下了都说了你一个人不行 不要自己逞能 但是要我来帮他处理这之后的事情 时间还正在最后8秒钟应该还能处理这肥仔 把它变成一个璀璨的烟花 OK时间不够了还有一个不知道短的 直接来到最后一轮 现在咱们去C点招 咱们的小宝镖 这三个小宝镖都拿着喷子 在我自己头被师傅先掉下去了 可惜了不能看到我的保镖啊 在这里卡下视角 回头 有时候实在是跑无可跑 可以利用视角叉进行逆向思维 有时候是挺管用的 再来继续往前滑成功面练手了 回头先把追我的这些都打掉 时间也剩的不多了呀 赶紧上去能打一个是一个 来个空中跳P 还有没有肥仔啊 这把估计他们被我的小狮子唬住了 总感觉他们不敢打呀 最后得以微弱优势领先个25分 反超拿下mv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